跑馬仔 先做六四變色龍 22年 被視為下屆特首熱門人選的他們 記不記得自己為六四講過什麼 吵過什麼 89年有份聯署強烈譴責中共濫殺的梁振英 當年駕熱血糧心 今時今日呢 如果有一個中國人要拿諾貝爾和平獎 我一點是不明白的 為什麼第一個拿諾貝爾和平獎的人 不是中國的鄧小平先生 六四這件事當然是中國人的一場悲劇 六四這件事的所有真相現在還未完全清楚 而他不止一次這樣形容六四 這件事是一個悲劇 亦都希望大家從這件事裏得到教訓 我們個人可以有我們個人的想法 但是我是尊重我們國家 但是他04年選立法會時 被追問會不會在人大提出平反六四議案 就說明不需要 因為信任國家 還反問大家為什麼不同情當年死亡解放軍的媽媽呢 那麼多年來對六四都比開不搭的唐英年 其實當年不是又是有份登報撐學生 還早在鎮壓前假5月24日 就公開呼籲北京撤銷戒嚴令 但是22年之後 這隻變色龍還公開說 從來未參加過悼念六四集會 看來他都是罵小孩厲害點 我希望大家對我們來感應 我們對這位 有員工人們有所想的 已經在冷藏 我們 我們 感谢观看